但是不管意义为何 回过头来看 前总统陈水扁 其实能够重回民进党 真的是一波多折 时间要从2008年宣布退党说起 他曾经好几次提出申请 又是因为被一审有罪 视同除名 又说是违反入党规定 再加上中央党部跟北市党部 互踢皮球 这一拖就拖到了2013年 坐在轮椅上面容憔悴 为了重回民进党 前总统陈水扁 甚至曾经在狱中 有了亲身的念头 如今终于一场夙愿 重回民进党的怀抱 去年9月 陈水扁保外就医 让支持者到场加油 回顾陈水扁申请入党的过程 可说是一波三折 2008年8月 在爆发海外秘账的隔一天 陈水扁就自行宣布退党 2009年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 通过邀请陈水扁重新入党 不过遭到党中央搁置 2013年5月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亲自协助陈水扁入党 历经将近三个月 终于重新恢复党籍 根据民进党党规 主动退党者两年后 可申请入党 被除名者五年内 不得申请入党 这次民进党以多数决 通过陈水扁再入党 从切割到重新拥抱 功过未定的陈水扁 让民进党又爱又恨 UDN TV 陈云索综合报道